我和我男朋友相处已经快四年了 从大学开始就在一起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他对我都是特别在乎 也挺伤心的 现在工作了之后 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在乎 身边接触的异性也越来越多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换一份 能让我踏实一点的工作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他一上班给他打电话 就不接 找不到人 我们总是因为这件事吵架 我不想再这样了 我们在一起也那么久了 应该对我更加信任一点 不用那么多猜疑 毕竟现在出来社会了 不像以前在学校一样 天天两人在一起 现在也要努力工作 为以后做打算 我工作也有换过 可是他一直不满意 我希望他能成熟稳重一点 更加理解我一点 但为什么他就是做不到呢 是人变了还是情变了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杨24岁 来自黑龙江 销售经理 女嘉宾小李25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模特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双方似乎都有道不尽的苦 你嫌他不够成熟 是吧 他觉得你工作有问题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从事的话 是朋友一个青巴 那个销售经理 酒水那方面 这职业怎么了 他现在这个职业吧 就是接触的异性比较多 他有说我有经常会 不接他电话呀 这个又那个 有些女性多接 是不是不接人电话呢 也没有说不接 他只是有的时候 会手机静音呢 因为工作环境嘛 有的时候也会 比如说有背景音乐 会吵一点呢 而且主要他打电话 他也没什么正事啊 我打电话咋没正事啊 你这个什么正事呢 我给他打电话 一般打五六个 他也不接一个 有一次我没带钥匙 然后我先给他打电话 让他把钥匙给我送家去 然后怎么打就是不接 然后最后还是我自己 那个找开锁进去呢 除了打电话不接 他还有什么变化 他现在嘛 就是跟异性接触的 特别频繁 这个接触的频繁是指 接触女生特别多 然后就没事跟女生聊天 要什么的 就经常跟女生聊天 他是在生活里聊天 还是什么聊天 就是微信啥的 微信聊天 然后还约出来吃饭 还约出来吃饭 那不是他说的那种吃饭 是朋友啊 或者是同事 有的时候会客户啊 有时候会介绍认识一下 比如说同事聚餐呢 或者人家请我吃饭呢 我会不好意思回礼 请人吃个饭呢 那这个吃饭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吃饭倒是正常的 那你还单独约 人女生出来吃饭呢 那我也有单独约男生吃饭呢 只是你纠结于女生 这个问题啊 你告诉我一声 你说你跟那女生去吃饭 你咋不告诉我呀 这个什么人要约去吃饭呢 你跟他说清楚嘛 就不纠结了嘛 这件事 我跟他说 他不相信 他就一直纠结 为什么跟女生去吃饭 怎么会去跟女生去吃饭 不是你告诉我们是什么人嘛 我们不纠结你为什么跟女生去吃饭呢 也是去就是我们那个工作环境 它消费的一个客户 只是朋友介绍 就互相认识 有的时候去 我会给人打折呀 有时候公司聚餐嘛 会叫他 有时候单独会请一下 他也就是说 他不简单的是一个普通的顾客了 对不对 对 就算朋友关系了 行 还有什么让你纠结的事 还有就是 我们不是去深圳了吗 然后他前女友也在深圳 他前女友 然后就去上酒吧 找得起来的 然后那天晚上就没回来 这是两个事情 你这属于偷坏概念 前女友找我是一回事 不回家又是一回事 它不是一起发生的 那不就是一天吗 还两天呢 一天它也不是一起发生 我前女友那是他 我们去深圳发展嘛 然后我前女友他也在深圳 但是他知道 我就在那个地方上班 然后他们朋友 特好奇地问一句 他是怎么知道 你在那个地方上班的 因为以前有共同好友嘛 有好友 所以他知道了 就知道我在那上班 他就跟他们朋友去玩 很长时间没见了 就互相敬杯酒打个招呼 但我没回家那次 是因为我后面跟同事去喝酒 因为我下班以后 都是差不多要凌晨 差不多四五点早上的 那天是喝醉了 我就去同事 因为他在周围嘛 但男性同事 那谁知道你是跟同事喝酒去了 还是跟他前女友喝酒喝到晚上呀 那我后面去稍微醒下酒就回家了 因为确实喝醉了后走不了 你前女友现在经常去你那儿吗 就那一次 就去那一次打个招呼 然后她就还知道了 等于那天巧不巧的 你前女友去了 对 他们走了之后你又喝多了 是真巧的喝多了 然后你就误会了是吧 不是误会了 我就觉得 你就觉得为什么他去了你就喝多了 就那么巧就是了 那我同事给你解释你不相信的 你同事给你穿一条裤子 他能跟我说的是啥样 那我还能少谁解释啊 女生还有什么呀 觉得这个男生的工作 这跟工作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就他不做这份工作 他想去跟人喝酒 依然会出这样的情况 他就是我感觉他现在就有点不在乎我了 对 重点是不在乎 他怎么不在乎 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以前就是挺在乎的 然后就一般打电话什么的 打一个就接了 就是现在就态度不一样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态度变的 就从毕业之后吧 我感觉我俩沟通也少了 他现在脾气还可大了 下班回去啊 他就喝挺喝酒的 然后就唠叨他几句 然后他给我干账 给我干账 然后就摔手接 我不是一喝酒就摔东西 那次是因为他一直在 就是你跟谁喝酒啊 为什么喝酒啊 是不是又跟这个女孩子喝酒 是不是又跟那个女孩子喝酒啊 但我解释解释不通啊 本来喝完酒以后 又是熬夜的工作 下班以后就很累 就因这种小事就吵吵吵吵吵吵吵 那确实有时候吵了 那脾气确实有的时候窄 那随手摔一下手机不很正常吗 还随手摔一下手机很正常 那咋不摔电视呢 还摔手机很正常 电视不摔不动吗 那摔动你还摔了呗 我发现你这道理还讲得挺通的 还插着腰说 又那个礼足的 你这不是矫情吗 他就是现在态度都 就是不在乎我了我感觉 不在乎他吗 是跟学校跟现在呢 肯定不一样 在学校那是一个感觉 那出了社会以后 那肯定又是一个感觉 都不可能说在学校以前 那么天天粘在一起 在外面还天天粘在一起 我说的是态度问题 我问问你们俩平常怎么沟通啊 没啥沟通了现在 打电话微信呢 但有时候有个见面 你们住一起吗 住一起 他用的是有时候也会见面 那我上 我白天睡觉 他走的 他今天上班 然后白天 那你们就完全是没交流了 对吧 他回家你睡着了 他醒了你上班去了 在一个屋檐下 偶尔会碰见是吧 对 就跟街头似的 就跟街头似的 就这么一年多呀 没有没有没有 之前我有做别的工作 他做别的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啊 他也不满意啊 我们刚来深圳的时候 因为我哥在这边 他是做宠物美容行业 我哥叫我去他那工作嘛 就帮忙忙嘛 去了也工作一段时间呢 也是到处不满意啊 这个也不行 不满意什么呢 宠物美容不是挺好的吗 有啊 除了深圳有猫味道 狗味道 那我说这个避免不了啊 那你可以洗澡呀 每天你都洗澡也回家 我早上起床洗一遍 去工作 工作完之后以后 在我哥那边洗一遍 然后完之后 我回家还得洗一遍 那你回家不洗了呗 就是吗 就因为这个就不干了 没有啊 后面他说 就是有猫的味道 狗的味道 那好想办法吧 每天去那换衣服 工作 然后回来再换衣服 再洗澡 然后再喷香水吧 维持一段时间以后 后面又说身上有狗毛 他身上整的衣服上 全是狗毛 然后坐在沙发上床上 全是狗毛 你就不能粘一下呀那 狗毛啊 那有时候避免不了啊 宠物店 他有猫毛 狗毛 很正常的 你说回家正常 就摘一下衣服 也很正常是吗 那实际上全是毛 那是不是我理解是 这份工作 他因为你不满意 不干了 是啊 后来又做了什么呀 后面就不满意啊 然后我就说 那算了就别做了 然后就换个别的工作 换到现在这份工作 然后开始说 我现在有九位 去深圳就一共两份工作 是吧 好 你说我问一下 就是你认为现在是 他因为这份工作 不在乎你了 还是因为他压根 他就不在乎你了 我感觉他就是 做了这份工作之后 不在乎了 也就是说 如果他换一份工作 还是能在乎你的 是吧 跟换不换工作 它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做宠物 你说味道大 又有狗毛 猫猫 我换换完夜场以后 又说九位 又说跟异性接触多 那我宅换以后 又发生什么 你可以做换个别的工作 比如说 比如说你可以做你专业 他专业是 做后期 做后期的 设计 设计 对啊 你可以做设计 女生是不是觉得 到了深圳以后发现 其实你们的生活 已经完全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随教随道 不再是对你那个 特别温柔体贴 经常腻在一起的男朋友了 对 男生是不是觉得心里挺委屈 我对你的爱其实没有变化 只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 或者别的东西 让我疏于对你的亲近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你也委屈对吧 你也委屈是不是 嗯 所以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们请三位老师给分析一下 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 姑娘 你了解过设计吗 我了解啊 我也学设计的 你觉得这一行就没有问题了吗 那当时你觉得 猫猫狗狗的味道是有问题的 他找到酒吧工作的时候 你当时觉得他有问题吗 刚开始我就不太喜欢 你所有事情一开始的时候 你都觉得没有问题啊 问题都出在因为他不陪你 都出在你觉得他变了 我跟你说 没有男人和你的感情 在相处四年后 还和以前一样的 你现在可能觉得很委屈 说你明明以前 心里面全是我 我说不喜欢你这个工作 你马上就换工作 我以前说什么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现在你站在台上 都敢插着腰了 我录这个节目 第一次见有人插着腰上 你明显对他是一种 不耐烦的态度 我跟你说你肯定有问题 你知道我怎么判断的吗 我可以教大家一招 非常简单 当一个男人在解释 误会的时候 开始使用逻辑思辨 这个男人往往有问题 我直接我把证据丢你面前 又行了 那为什么要用逻辑思辨呢 说明会有一些 要掩藏的东西 为什么他以前 他的眼里只有你 为什么他的现在眼里 你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选择的范围更大 你说了半天工作 其实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说真正的点子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 使他可选择的范围更多了 使他见识到更多的异性 使他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异性 但是这和工作本身 其实并没有关系 因为他换一个工作 他照样可以接触到异性 他哪怕去做设计 也一样可以接触到异性 他做设计 他回头换影楼 做影楼的后期 他天天看那些照片 你管得了吗 当一个人的目光从你身上游离开去 游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去把他给拉回来的 或者紧紧锁在你身上的 那么现在怎么办 跟他好好的谈一谈 你们两个人究竟应该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模式 未来你们两个人的工作是应该朝九晚五的 还是两个人应该一起出来奋斗创业的 你们什么时候应该结婚 什么时候应该回去见父母 怎么样来解决现在两个人 明明生活在一起又见不到面的问题 要解决问题吗 你抓他细节干嘛 你抓他狗味道干嘛 你抓他那个跟谁去吃顿饭干嘛 你抓这个东西干嘛 你要抓的是人生嘛 一辈子嘛 对吗 他刚刚是有一句话说 我们从学校里面出来了 我们进入社会了 你心还没有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没有进入那个新的人生阶段 你在这个人生阶段走太远了 你没有等他 想一想要不要等他 想一想要不要跟上他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问男生两件事 一开始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 你说你打电话给我又没有什么正事 情侣之间打电话是一定要有正事是吗 那倒不是 不是吧 但是之前因为有的时候在工作 他会有时候自己无聊会打电话呀 会包电话周啊 但是毕竟是在工作 所以从你说这句话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既在他在你心中没有多么重的分量 还有一点你就说你两个人的时间对不上 不能在一起相处 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他 那么在意他的话 他去外地接活动 你完全可以陪着他去 就是为了两个人在一起 很多的方法都可以解决 你们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你们对未来都有很美好的憧憬 只是这个未来里面没有彼此 四年了 然后又毕业 又进入了新的工作环境 你说句实话 你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有疲态 觉得腻了 疲态说不上吧 但是也不会说像学校那种那么密吧 就是过了激情期了嘛 会觉得没有新鲜感了嘛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之所以会腻 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改变 都还在以前的模式当中 每一个人都没有进步 所以你们两个人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也没有共同的一起向上的这个劲儿的话 这个感情是长不了的 新鲜感是什么呀 有句话我以前听的 觉得说得特别好 就新鲜感不是说和未知的人 去做已知的事情 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探寻未知的人生 但是前提是要相爱 而且我始终我个人感觉 每一个人都有一根雷达 就是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 是有一个雷达的 有伴侣的 结了婚的 这个人他的雷达是避着的 没有伴侣单身的人 他这个雷达是一直在搜寻目标的 就像那个手机搜寻信号似的 你从一上台到现在 我始终感觉你这个雷达是开着的 女孩呢也有问题 其实你也没有多爱这个男生 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他 那么在乎他 你会心疼你的男人的 他工作那么一天疲惫 然后跟宠物接触什么的 你就因为味道 因为他身上的毛 然后让他无数次的洗澡 然后这个也找麻烦 那个也找麻烦 然后电话追着他 你觉得他不累吗 你这不是一步一步 把他往外推吗 所以你其实是在满足 自己的欲望和虚荣心 就是我要你随时在我身边 你就必须在 是你自己的要求 而不是爱他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未来 谢谢 有一句话叫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酵 但在我看来是 女人一争吵 男人就偷笑 女人一开始 发出争吵的架势的时候 其实郑重男人下怀 男人巴巴的这样 当一个女人在指责 男人跟别的异性 暧昧不轻的时候 如果她是用一种 争吵的方式 男人马上就开始开心了 因为你吵着吵着 你就会发现 吵架会按照这个步骤来进行 本来说的这个事呢 是说你跟谁 暧昧不清 触犯了我的底线 要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就慢慢变成了 男人摆事实 说道理 所谓的路基所说的逻辑思辨 女人就开始要关爱 最终就以男人哄哄抱抱 女人哭哭啼啼 最后这事就了了 就莫名其妙 两人之间的 一开始要解决 男人的底线问题的核心 变成了女人要关爱 男人哄哄骗骗 是不是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男人并不怕争吵 男人怕的是女人的沉默 女人的沉默 男人才真的怕 而当女人不依不饶地 每次就吵这些问题的时候 男人正好可以获新疑 正好可以偷换概念 正好可以哄哄你 搂搂你 骗骗你 这事就过去 所以记住 女人跟男人 在说一些很实质性 很严肃性问题的时候 不要争 不要吵 你愿意认错悔改 就悔改 如果你不愿意 你要跟我摆事实讲道理 对不起 我是女人 我靠的是直觉 如果你不承认 我转身就走 男人怕的是这个 早在问题发生的最初 如果你转身离开 也许就能赢得尊重 早在当初 他还没有进酒吧 在做宠物店的时候 一身毛发地进来的时候 你回去学习 帮他身上清理清理 心疼心疼 倒杯茶 也许这个男人对于你 也会有些许的侵慕 但是你并不从 那你的结果就是这个 我也支持陆琪的话 你肯定有问题 你说的那句话是有道理 当一个男人开始砸东西 开始倒打一耙 动不动说 我工作有多忙 然后再进行 左右的逻辑推变 这个男人就有问题 因为女人吵架 是把大事情掰成小事情来说 男人相反 是把小事情上升为大道理 跟你上纲上线 每当这个时候 这个男人内心 就是有一定问题 所以我建议两位 不要把彼此定位为 得到和被得到的关系 你们都是你们 这段感情的主人 只要其中有一个人不珍惜 那么另外一个人苦苦支撑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要两个人共同珍惜 这样才行 好吧 就这个 都面对现实吧 就是生活其实已经 要求你们做改变了 女生好像老师们都提出了 她没有跟上这个变化 你还在做公主 你没有做回一个疼人的女朋友 男生你是变了 你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你心里有数 这个变化你们能不能接受 那就两条路 我们都努力去适应对方 还有一条路 真的不行 我们就分开 男生冷静下来 女生也冷静下来 换个角度 重新想事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还是希望你能换一份工作 然后以后你就是上点心 能像以前一样 我重新找一下自己 也好好考虑一下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 还是到底怎么变 重新互相考虑一下 看看跟之前有什么区别 行了 请了 那么 我觉得三位老师的话 女生一点都没认真听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所以也挺麻烦的 她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 就她不思考 也不思辨 来请关门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当然就看选择了嘛 请开门 你确定能换工作 换吗 换吗 换就换吧 不是 你也不确定她换工作呢 你出来干嘛呀 所以这生活是稀里糊涂 这种惯性嘛 我还 你们要不想一想 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嘛 我觉得工作不合是 再重新考虑 再重新改变心态嘛 再重新认识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我们要感谢易卑诗 纯带放心爱 意味着纯净面膜提供的这个奖品 来见证她们的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 我觉得心态那些可能我出现问题 但毕竟在一起那么久 就当重新练习下 我等你慢慢成熟 然后我再慢慢改变自己 然后我再等你慢慢改变自己 好吧 回去反而调整调整吧 来送给你们 好谢谢 谢谢你们 多全校老师们说的话 可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 徒优老师进入到 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伊贝斯爱情保鲜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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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方面的问题 只有双方都重视 才能够共同地坐在婚姻的调节席上 但如果一方完全采用缺席的态度 那么单方面的苦苦支撑 是没有意义的 千万不要以孩子为理由 而不愿意离婚 如果你得不到对方足够的重视 我建议分开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用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